大家好,歡迎來到新視野,我是浩天 最近,有關中共高層對習近平的不滿 不同路線鬥爭的說法持續傳出 席下禮仗的傳言也甚囂成上 如果真是這樣,那將是驚世害俗的大事 我們今天這期節目就來撥開迷雾見青天 其實,他們之間真實的關係並非外界傳言的那樣 關於中共高層對習的不滿 李克強被看好的傳言 出現在上海封城、封控持續了大約兩個月的時候 習一尊堅持清零上海兩千多萬人口的大城市 因封控出現的嚴重次生災害、經濟受挫 民間和中共基層早已怨氣衝天 只缺陳善、吳管那樣揭竿而起了 在這個背景下 說習近平缺席中共黨媒頭版 而李克強的頭版報道增多 李克強訪問雲南大學不戴口罩 以及現在他不僅不談亂病毒清零 反而又開始談平台經濟等等 讓外界感到兩人已經公開對著幹了 李克強似乎像一顆政治星星 在一片倒楣山中冉冉升起 美國華爾街日報也頻頻發表文章 突出了李克強 5月11日 華爾街日報報道 李克強走出習近平陰影 努力修復中國經濟 文章說 多年來 李克強一直被習近平邊緣化 如今 李克強正憑藉自身影響力重新活躍起來 成為中共高層近十幾年未見的一股 潛在的制衡力量 說李克強領導的政府放鬆了對民營科技公司的監管診斷 並在習近平堅持動待清零很多地區處於封控狀態的時候 採取行動讓一些製造企業複產複工 5月23日 華爾街日報再次刊文強調了李克強 報道說 李克強近日出席中國國際冒促會建會70週年作談會 強調中國要繼續擴大開放 繼續打造外商投資的熱土 似乎與習近平公開對抗 我們在這裡不是為習近平站台 但問題是 事實真是這樣嗎? 如果習近平下台 李克強上來 中國就會改變嗎? 5月18日 李克強在雲南主持召開 《穩增長、穩市場主題》保就業作談會 改外界的印象是 似乎只有李克強在談經濟 不過很多媒體忽視了一點 那就是習近平的親信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也在場 而實際上公開談論支持平台經濟、民營企業的 還有習近平的親信副總理劉鶴 而且是在汪洋主持的 關於平台經濟的政協會議上講的 由此我們分析 李克強公開支持平台經濟和民企的這些舉措 是得到了習近平首肯的 應該是中共的統一部署 大家都知道 習近平一直倒過的是發展國企、打擊民營經濟 再加上動態清零 已經造成經濟大滑波、失業人口增加 這顯然不利於他想在秋天二十大上獲得連任 習一尊沒有本事搞好經濟 就讓李克強、劉鶴、何立峰等董行的人出面 忽悠民企老闆們在掏錢進行投資 如果做得起來 那是習領導有方 對他在二十大上連任反倒是好事 那李克強有沒有野心代替習近平呢? 不會 李已經明確表態 到明年人大換屆時就不擔任總理了 更何況總書記呢? 而按照李克強的政治人脈和背後勢力 應該還做不到 假如真能做到 那將是一個金氏害俗的事件 可能標誌著中共高層的選拔制度發生了改變 當然 李克強在習近平的擠壓下 在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裡 可能也想做點事 到明年卸任時 經濟不要垮得太慘 畢竟抓經濟是他的最主要職責 而且能幫習近平一把幫中共續命 也算是他的一個心願 日後也可能過得平穩舒服一點 時評人士顏存勾認為 李克強現在是甩手掌櫃 作為總理 他本應該去最需要的地方 大封城的上海 但他沒去 在北京開始封城時 他又溜走了 天津風聲很緊 似乎與他無關 那他溜到哪去了呢? 他跑得遠遠的 到了雲南 疫情最平靜的地方 不戴口罩與民同樂 其實 李克強是在向外界表明 眼下的國難與他無關 既然習近平頑固清零 那就讓他去清零好了 顏存勾說 孫川嵐是習近平的愛將 蔡奇是心腹 李鴻忠投奔門下 習家軍人強馬壯 根本沒有老理的地方 乾脆就去雲南散散心 在雲南大學 不戴口罩 李克強言談瀟灑與民同樂 民旺突然看漲 伊尊和克強 一個在火上烤 一個在火邊看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華爾街日報的消息 背後有什麼說法 5月23日 華爾街日報中文版刊發了一條新聞 說李克強出席中國國際貿促會建會70週年座談會 並強調中國要繼續擴大開放 繼續打造外商投資的熱土 這條短新聞在標題上突出了李克強文章 隻字未提習近平 給人一種印象 李克強似乎奪回了經濟大權 而且與習近平的畢國封鎖政策公開唱反調 但實際上 李克強出席會議的是在5月19日 而習近平在前一天就在這個會上發表了視頻致辭 習近平的親信何利峰也同樣出席了會議 那麼 華爾街日報為什麼要抬高李克強 貶損習近平呢? 看過我們的節目 趙薇被封殺內幕的觀眾可能都有印象 華爾街日報代表了海外的DS政府 他們與習近平雖然同宗但不同調 今天他們的做法與去年趙薇事件發生時 金融大惡索羅斯在華爾街日報上連續刊文 通擊習近平的做法亦去同工 所不同的是 他們力挺李克強 目的不是讓李克強上位 而是混水摸魚 進一步打擊習近平 幫江派勢力打雞血 因為索羅斯、華爾街過去就跟江澤民、曾慶紅派系緊密合作 說到李克強 如果他能上位 真的能改變中共體制嗎? 大家知道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江派大員李長春在河南省搞雪江經濟 導致艾滋病擴散 當局隱瞞真相 演變為失去控制的艾滋大流行 受害者多達幾十萬人 病的病死的死前後長達二十年 在艾滋病疫情嚴重的時候 李長春 1998年調任廣東 李克強在1998年到2004年間 擔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 然而 李克強繼續隱瞞疫情 打擊舉報者、拘捕調查人員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炳中 曾在2010年以公開信的方式 致函、胡錦濤、溫家寶 舉報時任政治局常委的李長春和李克強 在擔任河南省領導時 應對艾滋病疫情嚴重失職 他們沒有承認自己的過錯、沒有公開道歉 兩人反而高聲了 陳炳中說 他之所以發表公開信 是為了向胡錦濤、陳情艾滋病疫情的嚴重性 是造成這一狀況的責任官員得到懲處 而他之前寫的信都石沉大海 兩個帶兵官員高聲 一個是江派的心腹、一個是團派的幹將 都有把柄被對方捏著 這是中共控制官員的一個伎倆 派系之間相互親亞 但又官官相互 因為大家都在中共這條船上 要是把船折騰翻了 他們都將隨之完蛋 至於說習近平最近有多天缺席黨媒人民日報頭版 而李克強的頭版曝光率增多 有不少分析就據此推測 中共高層出現了異動 中共高層有人對習的不滿 這是早就存在的 那麼黨媒頭版報道有多大的變化呢? 5月19日 香港傳媒研究學者大衛·班多爾斯基發表文章說 他觀察了人民日報頭版發現 2018年10月中共十九大後 該報頭版平均每月有3到4天沒有關於習近平的報道 而在今年5月截止到19日 習近平有4次缺席頭版 分別是5月3號、8號、17號和18號 而習近平讓人是該報報道中提到次數最多的 這名學者在統計中定義的缺席 是指習近平的全名、總書記或者主席的稱謂 沒有出現在該報頭版的主標題、副標題或欄目題中 班多爾斯基認為 如果習近平在某個月從這個黨報頭版缺席超過5次 那將是不尋常的事情 特別是在中共二十大臨近的時候 我們也查看了人民日報的電子版 5月23號該報的頭版 按照這名香港學者的標準 那習近平缺席了週一的頭版 儘管有兩篇報道提到了他的名字 那麼這個月 一尊出席該報頭版就已經5次了 到了臨界點 但憑此就斷定習在中共高層是否出了問題 還是倉促了一些 實際上 習一尊在該報頭版享有很多的特權 高層領導人的照片 只有他的照片能上頭版 自5月19號以來 已經有兩天看單了他的照片 此外 在頭版頭條 以通欄標題報道的新聞 也只有習一尊享有這個待遇 有意思的是 中國國際貿促會建會70週年大會 華爾街日報只報導李克強出席講話 而中共人民日報 則在4月19號以頭版頭條通欄標題 報導習近平在這個大會上做視頻致詞 拍了兩張大圖片 其中一張是習一個人的 由此可見 在中共這種專制體制下 習近平仍然控制著權力 最後 我們分析一下李克強在雲南考察的事情 5月18號 李克強去了雲南大學 他本人和身邊的所有人員 包括現場的其他人在內都沒有戴口罩 李克強輕輕鬆鬆 侃侃而談 與眾同樂 有分析認為 李克強刻意借此 表達他對習近平 至今仍堅持的動態清零的不同態度 我們不排除李克強有這場意思 畢竟他與習近平並不完全同心 但是就此推斷李克強刻意與習近平唱反調 理由可不充分 事實上 雲南從4月29號以來已經超過三週 沒有出現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的病例 大家都沒有戴口罩 這並不算稀奇事 習近平在室外活動也有不戴口罩的時候 4月25號 習近平去中國人民大學試查 4月中旬去海南考察 在多個室外的場合他沒戴口罩 周圍的人也同樣沒戴口罩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臨近 中共內鬥會越來越激烈 但是根據我們的觀察 習一尊不論有多無能、多糟人嫌 李克強也不會真正反習 更不可能代替習近平 在保中共這個問題上 李克強與習近平並沒有不同 而中共出台的政策很難說是某個人的責任 就拿動態清零來說 在過去兩年 這已經是中共制度優越性的宣傳口號了 當然,習認為是他的功勞 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官方宣傳也會突出習近平的個人權威 最近,習近平主持的七常委會議 主題就是防疫、堅持動態清零 如果就他一個人堅持 其他多數人反對 那這個封控措施就可能會被擱置 當年,習近平與川普的貿易戰 習近平幾乎要簽字了 但韓正等幾個常委堅決反對 認為是喪權魯國 結果,習一尊在最後一刻反悔了 其實,中共高層各派之間都是你死我活 但只要涉及到黨的生死存亡 他們就會同心協力一起保黨 至於疫情死了多少人 動態清零害了多少人 都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 中共不倒,中華無寧日 好,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